就在首相拿督斯里安华表示 只要反对党愿意和政府协商 就能够获得和执政党议员同等的选区拨款后 伊斯兰党首领主席端伊布拉辛说 国盟会在近期内会晤副首相拿督斯里法迪拉商讨这件事 端伊布拉辛昨晚在一场记者会表示 国盟将委派三人 也就是国会反对党领袖拿督斯里寒扎在努丁 国盟国会党编拿督斯里达基尤丁 以及布城区国会议员拿督拉兹出面协商 端伊布拉辛还说他们将拭目以待 政府在拨款事宜会设下什么附加条件 另一方面端伊布拉辛也为国盟三巨头 包括一党主席丹斯里哈迪阿旺被批评缺席国会 且没有在首相问答环节提问仪式护航 反指就算哈迪现身国会会议 也不见得可以提问 因为按照流程只有承上书面提问的议员 可以在首相作答之后附加提问 因此他认为有关议题 不过是要让在野党难堪 根本没有必要挑起 没关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